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公立好离灾 我是吴雅婷 公立春节就快要到了 大家想好春节要去哪里玩了吗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美农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荣幸 邀请到了美农区的区长 谢鹤玲 谢区长来到我们节目 现场要来告诉大家 美农到底有哪一些特色 以及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 那我们欢迎谢区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谢谢区长的丽玲 美农它有高雄的后花园之称 因为它的花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是一个纯正没有污染的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想一开始先请教区长 美农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们美农是被主在中央山脉美农山系 那个整个地理环境是上面环山 那刚才主持人也介绍 是一个好地方 那因为最重要是我们的美农的农特产品 的水源是污染的 是直接中央山脉老龙溪来饮用灌溉 那我们美农最大的特色 是属于客家的特色 因为我们美农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我们客家族群 在以台湾全岛来讲 现在是客家族群比例有那么高的 也不多 那我们美农客家的乡亲也是一个好客 那很欢迎我们的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 到美农一游 那我们美农的整个地理环境 不管是人文或是客家美食 或是我们当季的水果都非常有特色 是 我们知道美农真的是好山好水 那我们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些 区长带来的这些农特产品 就知道我们美农出产了什么 是不是请区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美农 现在是比较有特色的农产品 一个是我们在地的 我们美农高雄一四七的 我们这个高雄一四七的那个 那个金钻粮子米 那这个在比赛都有得奖 那它有很特殊的香味 那全国也只有我们美农有生产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白鱼萝卜 那白鱼萝卜 那我们的产期主要是在10月到12月初 那现在最近部分应该算是 产期比较已经过期了 这是我们已经算是伟绩了 那原来现在的我们的农民也有个智慧 那现在的我们市面上一直在推行的 一直在行比较夯的 是老萝卜 那现在就是说年限比较久了 它的价值已经可以全美我们的人生了 那有的现在已经到二十几年的 甚至一瓶像这一瓶就卖到上千块 那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已经老萝卜 这个部分已经有六年的那个年龄了 已经腌制完成以后存放有六年 那我们会用这个老萝卜 这个旺来装饭 那一般的差不多三年左右的是这种 我们是用这种装袋 市长刚刚说的这个是六年的 腌制的萝卜是不是 对六年了 它味道非常的香 非常的浓郁 对而且它的味道很浓真的 这在敦煮鸡汤的部分 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补品 是养生的补品 它是在传说里面上是补气 补气非常适合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番茄 那我们最近几年 我们连续几年 我们美农的陈米香番茄 最近在全国部分 全国上已经打出知名度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微酸 那有微香酸甜 它这部分很受消耗者的喜爱 最主要它有皮肉薄 那有一种口感就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那另外这个品种就是我们现在 农民也在栽植一个新的品种是芋女 那这个品种部分因为 它在栽植上会比较困难 那相对的它在市价上也蛮高的 那我这边可能再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在地的野莲 这是我们野莲 那应该像说我们美农的乡亲农民 他对大自然环境的一个观察 那发现这野莲怎么去栽植 那整个的全国部分 这个野莲也只有美农 有生产 那农民有办法去做一个栽培栽植 那可能现在在市面上 应该看得到的这个水莲这个产品 这个农特产应该是 几乎都是应该是我们美农出产的 原来如此 因为水莲我本身非常的爱吃 然后我都不知道说 这个原来是高雄在地的美农所出产的 而且这个我可能特别再介绍 因为它这野莲的生长环境要水质 比较干净的一个水质 所以我们现在农民都会在 桶里面挖这个池塘以后 他会饮用地下水 或是说我们老东西比较清净的干净的水 来去栽植 是 所以这个也是要环境好 然后水质优才会种出好吃的水分 对 就是说好山好水 好山好水 那我想问一下 就像区长带来这一盘番茄 它有分两种颜色是什么 跟各位介绍 这个是属于成蜜香番茄 那我们可能在整个市面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种 这个品种 那另外一部分部分就是 红色是我们最近几年 市面上已经很多 那我们农民有尝试栽植 这是玉女番茄 玉女番茄 所以它们两个吃起来 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没有吃过 它吃起来最大的差别 最大的特别就是成蜜香番茄 它有一个微酸 微酸 微酸香甜 那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 跟一般的番茄比较有差异性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露竹的番茄很有名 那美濃的番茄 现在区长介绍了也知道它的品质非常的好 那是不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今天说成蜜香番茄 今天会打出这个知名度 就还是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 那当然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美濃的乡亲 在每年在宅配的部分 已经供不应求 都现在消费者只要有尝过或是有吃过这种的成蜜香番茄的 都会一直留点想要 口齿留香 还会再回味 那可能就是 会再次的打个电话 跟原来的农民 你那个部分什么时候 时间到了 就会打电话回来预告 出产了 所以美濃的那个白 那个沉蜜香番茄 其实它也有一般的特色嘛 就是酸酸甜甜的口感 很多人就是爱这一味 那接下来这个白玉萝卜的部分 是不是请区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白玉萝卜 因为在我们美濃的品种 是属于日本昭阳的品种 那这个昭阳品种 它的生长期间 差不多40天到45天就可以采收 所以这个时候的品质是 就是非常的可口香甜 那最重要一点是 我们它的生产期间 可能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它大部分都在10月下旋到12月初 这个时候 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生产 那过了这个期间 品质方面就比较不好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很多 我们美农 农会那边一直在 可能市面上大家都有听到 那个白玉萝卜股东会 就是在差不多要终止之前 他们就会请很多的市民朋友 或是说全国的一些的团体 他们就会上网去预定 我要参加这个股东 那时间到了 来整个公司的同仁 或是他家里的小朋友 刚好很适合亲子的活动 那一起到达这边就是 采个甚至一个田间的 农间的农事体验 能够做一个比如说 采个白玉萝卜 我想针对亲子活动 或是公司同仁之间的情谊 都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那最主要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 白玉萝卜这部分 腌制部分 像我们客家人有一个 应该大部分众所作之的 就是客家人很会腌制酱菜 那其实白玉萝卜 我们也很多乡亲会做一个腌制 用醋那些做一个腌制 那放个两三天 马上放在冰箱里面 就可以做一个及时性 再做一个饭前菜 开胃这样 对一个开胃小菜 是蛮不错的 那当然这部分是做起来是 在我们美农客家人来讲是一个 不管是萝卜干萝卜丝 其实都是我们客家人 在为了因应食物的保存 做一个料理 就还蛮有智慧的这样子 可以保存它的体现 可以使用一整年 是 而且可以当那个小铃嘴吗 铃嘴是 可能要另外再开发 这个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是 那局长另外也有带那个 红豆糕是吗 对我们红豆糕 这个是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那我们的乡亲就会 因为这个部分 我跟可能各位介绍一下 它完全没有含防腐剂 所以它做完成以后可能 只能存放个三天 是 它可能就保存局限就过了 所以这是在我们当地来讲 是蛮有特色的一个农特产品 那当然 红豆糕大家每个地方都会有 那我们会想到说 因为我们是在地的红豆 那我们也是在地的乡亲 那制作出这个产品 那我们其实也有辅导它 以后未来再精进包装的更精美一点 哇原来美农地区也有产红豆 美农的红豆在当地 我们现在美农是一个 农产品是一个大宗 除了水稻以外 是 就是这个米吗 我想 红豆 白萝卜和成米香 都是我们美农一个很大宗的农产品 美农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不断吃的多 然后好玩的地方也多 那我想美农花海是因应这几年 那个稻田的转座因应而生的 那我们这几年 我们整个美农的花海在全国的朋友里面 都已经耳舌农详 大家也对美农的 每次到花海季节到的时候 都会结伴到美农亦游 那我们的美农的花海 最主要的特色是在 我们今年的特色是在百日草 跟波斯局为主 那今年大花海的特色就叫做 我们结合山林的向日葵 那六规的波斯局 整个把这个附近这几个客家 又堆的客家区 把它结成一个大花海的观念 那让游客到美农的时候 他除了看了百日草 或是大波斯局这些花海以外 如果说他要进步想要 规划一整日的 或是两日游的行程 那他还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像山林的波斯局 那个像日葵 那到六规也可以泡汤 我想至少这个行程不问 可以把整个我们三层的特色 可以做一日游或是两日游 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那也不用担心到这边以后 我不知道要看什么 那我们这边在整个行销画面 在做配套画面 我们都会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疫情呢 因为这个大花海区的观念 已经被推出了很多年了 那是不是区长 跟我们讲一下说 那这个对美农地区的观光 带来了什么样的收益呢 其实说这个大花海的观念 那对我们美农来讲 或是最附近的六规森林来讲 其实它带来最大的效益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游客来到 我们大高雄的后花园 那他可以看的东西 我想讲一句说人潮就是商机 那商机那对我们的农民 对我们的乡亲 会带来一些观光农业方面的收入 我想对他的农特产品的推销 对我们的民宿 我想还是对我们商家一些的美食餐厅 都又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收益 那当然因为消费者也有个好处 就是说拿在这边 我不用去怀懊说 我的美食 我的下一餐是在怎么样 那我们美农的客家美食在我想 也是冥农狭尔 大家都知道我们美农客家的美食的味道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观光都有来到美农 它可以除了看这些花海以外 那我们美农其实也是一个文化底润 蛮深厚的一个区 不管要试试看古迹 或是看我们早期的四合院 那些都我们现在美农都还保存的蛮完整的 那如果说到美农 如果说想要春节期间想要再走一下 或是运动一下 也可以我们美农也有七条单车自行车道的路线规划 那观光客到美农以后也可以参考 那租个脚踏车来个农田之旅 乡村之旅 所以来美农不只可以赏花之外 还可以吃美食 然后还可以去刚刚区长所推荐的一些观光景点 那现在民众都很推就是一日游的行程 那是不是如果是一个观光客我想要去美农 可能一天的行程 是不是区长帮我规划一下 如果说观光客来到我们美农 那我会去我会介绍 第一个可能赏花 先赏花完以后再来我们采集 采集一下我们观光果园的陈蜜香番茄 就刚刚我们介绍的陈蜜香番茄 所以就可以夏天去采生 对我们农民都有 有很多的农民都已经有开放 给我们游客去亲自采果体验 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 他可以逛一下我们美农的很多的观光景点 我们美农的中正湖 那我们美农的广山堂 或是一些的古迹东门楼这些 都差不多一日游 那接下来晚上也可以到我们美农 很多有很有特色的民宿住宿一晚 那如果说感觉说想要泡汤一下 那也可以再拉一下车 差不多三十几分钟的车程 可以到溜硅 那泡个温泉 我想可以把这一天的行程 或是两天的行程 都可以满载而归 是是那美农真的是非常多的特色 那除了刚刚区长介绍了一些 游完的路程 还可以吃美食 那美农呢 说到美农 大家都会不能忽略 所以就是它的油脂伞 非常地有名 我们小时候读那课本都会说 称一把美农脂伞 美农的脂伞非常地有名 所以请区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 现在我们美农的脂伞 现在在观光客的眼中 就是说 来到美农 会想带个纪念品回家 我想美农的脂伞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伴手礼 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商品 那因为这是我们在地美农的乡亲生产 那现在在美农的在广善堂这个牌楼附近 还有到中正府附近 都还有我们的乡亲在亲自制作 那也有在现场贩卖 那其实我们的银客游客到我们美农以后 可以参观这些的 它制作过程 或是选一把 自己喜欢有特色的油脂伞 带回家做纪念 那其实我们美农最近几年 那我们的美农的陶艺品 也有几家是蛮有特色的 就我们我想说像我们美农窑 它的工艺 这个陶艺的工艺也是蛮有特色 那游客到美农也可以参观一下 甚至有碰到比较喜欢的工艺 那个陶艺品 也可以选择带回家做一个纪念 真的是说到美农 因为美农地灵人节 我们知道美农真的是除了出产很好的农特产品之外 它还出产博士是不是 应该是 这个博士应该是说我们 因为农村的社会 那父母都会希望子女忘子成龙 那因为经济上比较弱 那要能出头 就会鼓励子女 读书 尽量读书 那读书以后才有机会 在整个工作上或其他获得一个机会 我想我们应该有整个的施工环境就是这样 那我们那时候会有一个情话就是说 宁愿可能会卖一块田 也要把子女栽培 只要他能够读到博士 是卖田地都希望栽培子女去读书 那是不是请区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美农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呢 或是区长您有什么样的目标 其实我们美农这几年的发展 在其实在我们市政府 那各端我们在 其实在定位上面 在我们美农 其实是一个后发源 那我们是这几年 极力在发展观光农业这个区块 那不管是一日农夫的农事体验 或是观光果园 其实我们想我们定位 还是朝休闲农业的方向 来卖进 可以跟我们市区的市民朋友 或是可以到美农 体验一下一日农夫的那种感觉 乐趣 那当然对于我们农民 会在整个的产业结构上面 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他的农业的特产 或是行销外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定位 我们在行销外面 都是以观光农业 这份给他做主要 是 那除了观光农业 我们知道美农 最近又有一些建设 像是中正湖 它也有一些改建 那是不是请区长 帮我们提一下 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剛剛讲说 我们说我们四名朋友到美农 其实我刚才有介绍到我们中正湖 其实我们中正湖这几年 我们市政府大力改造一样 那我们四名朋友到那边 可以找整个中正湖绕一圈 可以有环湖步道吗 对 已经可以做一个建型 整个环湖已经串联起来 那整个的湖光山色是蛮漂亮的 尤其是往美农山系这样看过去的时候 我想真的是一片美景 整个人会心旷神移 是 那民众对于就是中正湖那边的改造工程 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他们觉得说可能那边会带动人潮 那民宿业者也有好到 然后那边发展观光 做观光的业者也有好到是不是 其实我们中正湖在我们市政府 投入极大的心力 那物理把它改造完成以后 其实在不管是在我们美农的乡间的 获得好评 那其实很多外来的游客 其实他也有赞美 就是说整个到正政府的整个景观 已经不一样了 那其实我们附近也有几家民宿 其实刚才主持人所讲的 马上就获得直指的效益 因为都会在附近的投诉 投诉以后那早晚或是傍晚 可以整个中正府玩福一周 我想整个的运动休闲 我想都获得一个很好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上的一个改善 是 那我们知道人潮就会带动前潮嘛 那刚刚区长也有提到说美农 未来可能是朝观光发展去前进嘛 那在这个方向呢 就是说除了说去到美农的人可能口碑相传啦 之后那个区长有没有什么样推销的动作呢 要怎么样把美农的好山好水推销出去 当然我们在推销活动 我们可能会在每年我们在一个例行 我们在花季在之前 我们会办一个开源活动 那这个开源活动 那我们可能就会把我们当地 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社区或是商品 农生产品 我们都会在这个开源活动当中 把它呈现出来 那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 我们全国的朋友 1月31号到美农参加我们的开源活动 是 那说到这一点呢 其实我们地区发展观光交通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一般民众要怎么样到美农去呢 除了开车之外 这部分我想我跟市民朋友 也跟我们全国的好朋友报告 那其实到美农有几条的路线 第一个自行开车的部分就是走国道 那如果说是北部朋友就走国山 到转国道10号以后到吉山转美农 那如果说是坐车的朋友 我会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 做那个大众捷运系统 书间交通 那我们大众捷运系统在现在我们有一个到高铁 左营站那边 有个骑美快捷公车 也可以直达美农 那另外高雄客运部分是在高雄 火车站那边也有班车 做直达到美农的班车 春节大家都要出游去玩 那塞车一定是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也鼓励市民朋友多多利用大众捷运工具 或者是一些就是可以共乘的方式一起到美农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那个美农区的区长 跟我们介绍有关美农的景点 以及推荐好吃好玩的地方 那农历春节已经快要到了 民众不妨参考一下区长给的建议 那我们今天功利好利栽 先到此告一段落了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辞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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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打赏